大家好 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最残忍的动物园究竟有多么残忍 看完是否觉得痛心 相信朋友们都有去过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大家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动物 但是在印尼却有的这样的一家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被称为最残忍的动物园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生活在这个动物园的动物 长期遭受到极其残忍的对待 这些动物不是病死了就是饿死了 平时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老虎都是十分凶猛的 但是这个动物园的老虎却古兽如柴 好歹是一个森林之王 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老虎虚弱的躺在地上 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这里的一只大象也是十分的痛苦 因为它失去了自由 动物园为了防止大象逃跑 将大象的腿用铁链捆绑住了 导致大象的腿上被勒出了深深的伤痕 具有良性的工作人员透露 这些动物长期以来都在食用变质的食物 这就造成了很多动物肠胃不适 严重的还会死亡 这些动物每天都被关在笼子里 本来就失去了自由 现在还吃不好 终日被疾病缠身 这里的黑熊也是瘦得皮包固 实在饿得不行了 就立起身子伸长手臂乞讨食物 但是动物园的这一个行为 也是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谴责 更是强烈要求关闭动物园解救动物们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